二、中國經營報、空投警報未除國家隊集結首戰告辭 2015年7月13日經濟大勢 A06下因在希臘債務危機、香港股市被造空、 人民幣匯率下行等多重夾擊下 A股面臨的形勢不僅更錯綜複雜、更一度危在單值 一時間、一憑三回、國資委、財政部接連維穩 在央行等級表態給予市場充分流動性 國資委、證監會鼓勵上市公司大股東活動監高增持 命令禁止上市公司大股東活動監高減持 證監公司加大對中小市值股票購買力度的合力下 7月9日,護市終於報復性反彈近7% 7月10日,護市收盤上漲4.54% 最強的地震暫高一段落,環繞緊防禦震 民生加銀基金公司總經理吳劍飛 在接受中國《經營報》記者採訪時表示 危機在大程度上消除了股市一部分泡沫 專業投資機構必須更關注公司股值與基本面 小心謹慎選擇,截止到7月9日,創業版整體市盈率為87倍 仍需較大幅度的業績增長來化解偏高估值 救災,不是救市7月4日一大早 中信政勸董事長黃東明等勸商大佬神情形中齊聚證監會 共商救市大計 這一幕,與2008年金融危機雷曼兄弟倒下,美聯儲的救市手法如出一徹 2008年9月,美聯儲聯合十大銀行成立700億美元平准基金 為存在破產風險的金融機構提供資金保障,確保市場流動性 7月6日中51點前,1280億元資金一次或撥至正金公司帳戶 21家勸商承諾,或止4500點下方自營盤不減持並適時爭持 很快國務院決定,暫緩IPO 兩行將通過多種形式給予正金公司流動性支持 守住不發生系統性、區域性金融風險的底線 此一表態被視為央行為無限量平准資金背書 多方斬鍋代彈,只待開少億舉擊潰空方 然而 A股保維展並未如預期所料 7月6日,戶芯兩市大幅高開,戶指開盤漲近百分之八 午後卻一路下跌,國家隊資金托市、石油、金融、中節投權重股 戶盤、尾盤再度拉起 然而 三大股市最終全盤收錄 倉業版版重錯百分之四點二八 兩市余九百股跌停,僅五十五隻個股漲停 更觸目驚心的是,很多個股直接從漲停實到跌停 股市開紅遍野,對於首日多空雙方未分高下 業界的解讀時,國家隊市救災,不是救市 只能先補大盤,等穩住藍籌穩住大盤,再騰出首輸解中小股票的流動性困難 淨金公司、中央回金的操作,也扮演了評準基金的角色 從交易所信息看ETF,交易營開放息指數資金,成交雅持續放量 300ETF 和500ETF 的成交雅創下新高 正金公司交易了30隻藍籌股,其中29隻為正買入 買入ETF 的中央回金宣稱,還將繼續買入 7月7日,物資大幅低開100多點,11時跌破3600點 創下本輪調整新低3585點 午後救市大軍動用數千億元資金把中國平安、中國人壽 中行、中信等權重藍籌股拉致障庭,物資遣守3700點大關 截至收盤,股指全線大跌,1700多隻個股跌停,只有70隻上漲 這時僅次於6月26日2015隻個股跌停後的第二大跌停潮 沒有國家隊撐腰的創業板大跌5.69% 創業板指數中100隻成份股出現歷史性的慘痛一幕50隻跌停 至此,救市策略被市場廣泛質疑,壓制權重股下跌,托住大盤指數 並寄希望者此壓制小盤股快速殺跌的局面,從而避免平倉風險不向金融市場 銀行體系蔓延的救市策略雖部分秋效,但市場大面積跌停,恐慌性殺跌的局面並未有效壓制 流動性之傷,金融危機起身眼前多空傷方短兵傷膠的戰果 令救市達成共識恢復流動性,才能發解流動性危機 然而問題的根源在於,大量融資盤在去桿桿過程中觸及平倉線 被強行平倉,導致股價大跌,又觸發更多的強評,引發更快的下跌 從而形成負反規,龍騰資產董事長吳顯峰表示,政府救市應該把水引向跌停板的股票 讓這些股票重新起來,這才是讓市場變好的救市方法 托藍潮,買ETF只會適得其反,讓市場更加恐慌 很顯然,1280億元舊市資金遠不能解除 A. 股流動性困境,新興產業中的很多標的跌幅超過一半 大規模中小市值個股的無良的停市散戶出逃無門 市場陷入囚逃困境 上市公司爆發的停牌潮則加劇料流動性危機 據據潮數據,截至7月8日開盤前,共有1429家上市公司申請停牌 停牌公司佔比已超過51% 針對中小市值股票大面積跌停造成的流動性緊張 監管曾亦有覺察,7月8日證監會新聞發言人鄧果表示 在維護南籌股穩定的同時,證金公司將加大對中小市值股票的購買力度 央行、財政部、國智委等多部委也再次推出救市新舉措 從限製造空、鼓勵增持、嚴控減持引資入市等多個方面穩定市場 更大的煌炸出現,21家勸商獲證金公司2600億元信用額度增持股票 以獲得央行充足流動性支持的證金公司及多行短期融券 多渠道向證券公司提供足額資金 熟了,空頭的瘋狂進公司各種利好幾盡失效 7月8日盤中暴跌如8%後,連續跌破3700點、3600點、3500點、 新萬一級行業全線飄陸、權重股也集體重挫 最超千家上市公司停牌的情況下,仍有近900隻個股跌停 剔除SG股、前海開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聯席董事長 黃宏遠提議,組織五千億美元的救市基金 專門用於買入港股國企股和紅籌股、藍籌成分股、惠藝救照 通過遲緩H股解救A股的流動性之困境 黃宏遠的這一建議與中信證券的救市政策不謀而合 除了建議財政部、國資委儘快發布上市公司員工持股計劃有關實施辦法 鼓勵上市公司回購、增持股票、實施員工持股計劃以外 中信證券認為當務之急時鐘頭、匯金、愛管局增持或購買香港中資概念股 提振海外投資者信心 七一七大決戰 第二回合的交戰 空方暫時勝出 這亦引發各界擔憂 民生證券研究院執行院長管清友清 短期要防止股災可能引發的局部或系統性風險 防止危機向喧傷 銀行乃至實體經濟綿延 同時還要注意境外造空港股 造空人民幣匯率的風險 更要注意由於中國市場的動盪 引發局部性的國際金融危機 在古多空大戰當後 燒煙已不斷蔓延 連續掃天 H股創市上最大跌幅 利岸人民幣匯率跌至三個月低點 國內商品期貨主力合約暴跌 然而 真正的多空對決還未展開 七月十七日是股指期貨三大主力合約的交割日 市場人士預測 在此期間 動盪環會進一步持續 而七月十七日可能將成為決戰中的巔峰對決 在本輪股災中 除了去槓桿引發強平造成的恐慌性暴跌之外 還有一個懸空在幕後與政府負如頑抗 那就是股指期貨空頭利用股指四兩撥千斤之世事無忌彈地惡意造空 三大股指期貨中 中正五百期指合約 IC-1507 掩然成為空頭造空主力 每次最先下跌 殺跌速度最快 一位期貨入人士分析 這是因為IC-1507市場規模最少 容易受資金控制 操作成本低 而IC-1507對應的現貨小市值個股也正是前期像幅較大的 空頭對IC-1507法力 可以通過指數聯動效應產生市場恐慌的情緒 帶動其他指數下限 交銀國際首席分析師鴻浩也注意到 暴跌中IC-1507明顯比上徵五十股指期貨跌幅更大 這是因為中小盤的融資主要是由非勸商渠道 散信托資金提供的 他們可以購買證監會兩融股票池以外的標的 大盤股的融資則是場內提供 並由證監會監控 空頭的意圖組被多方洞察 中金所近期新證務一不針對IC-1507處處徹象 計對中證500指數期貨客戶日內單方向開倉交易量限制為1200手後 中金所還提升保證金以防蓄意做空 至7月8日結算時起IC-1507的賣出持倉交易保證金 由目前合約價值的10%提高到20% 淘寶除外 至7月9日結算時起IC-1507賣出持倉交易保證金 進一步提高到合約價值的30% 淘寶除外 業內人士也建議 舊市的主展場應該轉移到期貨市場 上海新藝投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新藝 高盛前 美國自營部門負責人生藝分析 再現貨市場 2000億元實下去就是胡椒麵 再期貨市場 2000億元可以放10倍槓桿 頂住2萬億元的套保盤 讓所有的多頭能夠在股指期貨裡吐期保值做空 國家再對接多頭 整個市場恐慌就結束了 徹查空頭的幕後黑手 也成為扭轉市場信心預期的一個絕佳突破口 監管部門正在行動 7月9日 公安部副部長孟慶豐大隊到證監會 會與證監會排查近期惡意賣空股票與股指的線索 並對近日涉嫌惡意做空大盤藍籌股的十余家機構和個人開展核查取證工作 值得警惕的是 還有一個下跌引爆點的風險尚未解除 職大股東的股票質額 德銀分析師表示 上市公司大面積股票停牌的原因之一是 隨著股價暴跌 如果不停牌 銀行會把股票質額盤強行平倉 近今年5月 上市公司的股權質額就達到366次 56%質額級券商 17%質額級銀行 野村證券估計 A股股票質額的總體規模為5000億至6000億元 如果這些公司股價下跌超過50% 就面臨強制平倉風險 以強平模擬將引爆有一輪股票暴跌的惡夢 6月15日以來 兩市共有1248隻個股跌幅超過50% 其中跌幅超60%的個股多達256隻 而480隻股股價創年內新低 有34隻股票價格跌破每股剩資產 一個好消息是 截止到7月9日 戶心兩市融資融圈如瓦降至1.46萬億元 單日淨減少1,700億元 比6月18日的高位下降了35%